其實西班牙也真的是熱到不行 而且他們迎接了這個夏季首播的熱浪 可以看到不少民眾是還到海邊 擠滿了避暑的人潮 因為巴塞隆納當地的高溫是高達30度 而且還說這夏天氣溫是會繼續維持在高點 另外在韓國也是超級熱 接下來又有梅雨這個壞天氣 於此南韓的氣象廳就預估了後續幾天 他們都還會面臨這種又濕又熱的天氣